有一句话说给他鱼吃不如叫他钓鱼 联系五年访阅疫诊 这家位在台中的医学中心和越南的同耐省签订的合作备忘录 未来将开放当地的医师来台受训 不只提升他们的医疗品质 这些越南医师也将成为未来疫诊的种子医师 跨越了语言隔阂和提供最直接的医疗服务 两国和训这双手一握 代表的是未来越南同耐省的医疗发展将再进一步 我们固然提供每一年的点状服务 可是如何让在地的医疗水平能够提升 就所谓的医师合作 把他们的医护人员愿意送到我们医院来培训人 我们培训的一个月还是半年或是一年 那一年以后这些人回来以后 那这真的是一个很好一个种子的萌芽 拜访同耐省政府参与疫诊的医师们排排坐 台北关系能走到这一步其实不简单 真的是每一年都会来 而且来的都是一些名医 不是属于随便派一个年轻的医师来这边 随便开个药 是完真的 关键在坚持做对的事 来自台中的医疗团队在越南当地疫诊 已经五年不曾间断断过 但语言隔阂始终是台湾医师在一整路上的最大空境 医病沟通嘛 我们光是发药 还有即使在药局里面也会有很多需要跟民众沟通的地方 这个时候就会特别觉得 如果我们也会当地的语言 那就会克服更多的障碍 等一下我们可能看情况 点滴尿管那些可以移除 我们就全部移除让它轻松一点 林小姐你好 睡得好吗 跟上医师的脚步 镜头来到位在台中的医学中心 未来越南医师来台受训 也可能像这样跟着民医学习 包括研究或是教学相关的工作 这些费用由未当越南公司来配合 受完薪以后 他回来以后就可以直接服务当地的这些民众 未来医疗服务的时候 我们可以找他们出来 我们把这些医疗的布点到社区 不是只有我们来一个礼拜 师徒制度传授医疗技术 跟着台湾医学教育体制上来的骨科大夫 面对从医后的第一次疫诊 不禁感叹地这么说 到去那边我反而发现 我们健保真的很宝贵 因为在他们那边 他们甚至想要拿个药 基本上都非常困难 不要说看病 台湾越南医疗合作 从疫诊到教育训练 欠下被忘录的这一刻 不只让爱无国界 更是两国外交的一大步 台中对熊械至华里 之前在越南的采访报道